集合住宅大楼不断冒出阵阵的浓烟 还有火光从室内窜出 消防员赶紧到场洒水灌旧 疏散在场的一男一女 好在两人都没有受伤 现场也没有人受困 起火的时间影像和科技公司 目击民众表示 当下有听到连续的爆炸声响 最一开始是有人发现锂电池在燃烧 赶紧拿灭火器来灭火 同时也通报消防队 后来又发生第二次的爆炸 但你来听目击民众怎么说 火警发生在12号凌晨快6点 新北市汐止区康宁路一栋集合住宅 目前消防初步了解 有七八颗锂电池燃烧 消防员不敢大意出动92人 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 还好没有人员受伤受困 详细的轻破原因还要等待调查 向前 big 消防水 皮肤 炸 analogy delivery 羊 甚麽 逆 垂